镜头近日转到新竹 长达三公里的凤壁隧道旁边 有一个个的太空包堆叠在岸边 里面其实是有毒的电火炉炼钢金城灰 我们这些太空包放了太久 大部分都已经破损裸露 旁边类似像石头的东西是炉渣 金城灰含有高量的铅 铅 还有重金属 也含有世界之毒带到铅 经过海浪的冲刷 污染了海水跟海洋生物 当制造污染的人类 很高兴地吃进了鱼虾贝类这些美味 这些污染物就基于食物链 进到了人体 不知道的人来到这边 他可能会以为这个是土 然后有小石头 环保局做过详细的调查 竟然不知道这个叫电火炉集成灰 我觉得不可思议 这里是全台最独的海岸线 是位在新竹的凤壁隧道旁 在海岸边看似一块块石头的东西 其实是巨大的炉渣 一旁还有裸露破损的太空包 里头全部都是有毒的集成灰 轻轻一碰撞就会飘散在空气中 这里全部都是重金属 跟世纪之毒戴耀星 达达三公里海岸线 成了有毒废弃物的非法掩埃地 戴耀星因为无色无味 民众没有警觉 像是温水 竹 西瓜 新三十三 三十四万 签三万一 同三千八 非常的高 然后升一千三 一千四左右 大概都有两千到三千匹克 的戴耀星 根据涂涨管制标准 戴耀星顶多一千 新丰海岸超标仅三倍 涂涨里的签超标十六倍 新含量更下人超标一百七十倍 这些有毒废弃物 究竟有多毒 看看靠近海岸线的富裕直批 就知道几乎全部枯死 更可怕的是毒物早就流入海洋 当初的2011年的环保署 已经知道有所谓的 有害事业废弃物 然后推论已经造成海水 和这个土壤污染 可是在这种状况里面 任由弃制 不闻不问 须以为夷 避重就轻 2010年就发现这些太空包和炉渣 被违法推置 隔年地方政府着手调查 却只给了一份无头公安报告 七年了还找不出真相 这部分的话因为有涉及保安宁的部分 那我们是依法就是请新竹的领馆处 以费清法来做后续的处置 过去是由新竹县政府所代管 那我们领馆处 领务局的新竹领馆处 正式接管是在民国92年的时候来接管 应该是大概在77年到92年之间被埋的 到底是谁管理期间被埋的这个部分 一直是领务局跟我们县府农业处这个部分 在做厘清 相关单位固踢皮球 至今无诊负责 废金法的部分就是要赶快确认 清理义务人的部分 确认就可以把废金移除 那这时候基金就可以进场做 藏指的一个后续的复遇跟诊治 那多久 多久要厘清 最近厘清七年了还厘不清楚 没有追查凶手 中央地方睁只眼闭只眼 嘴上说找不到窝窄源头 不仅让人打上 大问号 政府应该知道 过去的官员应该知道 钢铁业业者自己一定知道 不然的话 环保署有指纹资料库 然后你这个里面的重金属 跟大家先下去做指纹比对 大概都知道会是 大概哪一家 大概他们心里都有底 但是他们就是都不讲 非公务机关都知道怎么揪凶 怎么我们养的公务员 却不知道 拍摄当天我们采访团队 还捕捉到当地居民 来这里放置定制网 准备捕鱼 海浪打上来以后 其实慢慢的 这些极其扇软会往海里面带 那我们最怕的是 这个极其扇软会带到海里面 因为这个极其扇软如果带到海里面以后 它会开始产生 食物链的效应 其实最后回归到最后 其实还回归到 我们人的身体里面 毒鱼 毒虾就这样进到我们肚子里 代药性半衰期 长达7到10年不易排出 累积久了 免疫系统出问题 荷尔蒙也会夜长 最后罹患癌症 我相信之前的代药性压蛋事件 或者那个鸡蛋事件的时候 应该都跟这个有一些关系 桑化跟台南我们有碰过 鱼温的土蹄 里面是用电湖炉渣跟基层灰 就是电湖炉渣气的 难道寺主不知道吗 寺主不知道 他们大概都把它当作就是 建筑废弃物 饲养的如果说像是 比较底漆的生物 像蚊蛤或有一些鱼或螃蟹 然后它们比较底漆的话 那样它就很容易 更容易取疾这些东西 戴耀心之所以被称为试剂之毒 是因为会伤害基因 获颜子孙 越战期间 美军在越南上空 喷洒大量成绩 留下的代药芯 污染水源和土壤 深入食物链 战后四十多年 直到今天 代药芯余毒未消 当地多达五十万名新生儿 先天残疾 畸形身躯伴随一生 看看这些画面 对比全国最毒海岸线 我们总能放任代药芯 继续毒害台湾 相关单位 取作以代理